然後我們基本上我們有完整輸出了這個動態 但是有時候像我們 我們會需要說我們只要角色啊 那我們要怎麼算沒有背景呢 但是沒有背景第一個嘛 大家最想到應該就是把背景 隱藏起來 或是 隱藏起來沒有用要記得要把攝影機關掉才是透明 才會真的是算不出來 但是這裡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背景現在 是有格子狀 有格子狀這個狀態下算出來的 背後才會帶Alpha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這個在算圖 Render setting這裡 Film 裡面有一個 Transparent 如果你沒有 Transparent 的話他這裡背後算出來的顏色就會是我們Word 這個 灰 所以如果我們要算出的 影片或者是圖案 要是透明的話 要記得在 Film 這裡 改成Transparent 而且我們的輸出 這裡 要改成RGBA 他才會有Alpha的資訊 不然他還是算出來背景是灰的 所以我們的Composite也一樣 我們這裡輸出的時候 我們這裡也要記得把它改成RGBA 這樣的話 輸出的時候才會有 透明 算出來才會是半透明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之前這裡算的 Alpha 他這裡就會像這樣透明的 就是透明的 如果 沒有開Film的話 就是我們原來算了 他就是會有背景 這個就是要如何算 把Render算圖 算成 再透明的背景 就是我們記得 第一記得我們在 Render這裡 要把Transparent打開 看到格子狀的背景 再來就是我們輸出的格式 就是 輸出的格式 記得要有Alpha 的屬性 不然他會算不出來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要強制把所有東西都關掉 還有一種方式呢 我們是有顯示 但是我們讓Render說我們要把背景挖掉 這個在我們的Filter這裡 這個到這裡叫做Holdout Holdout我們把Holdout打開 他也是會把背景 不算出來 不算出來 不過Holdout跟我們剛才直接把背景關掉有什麼差別呢 像目前以我們這隻角色來講 其實大家感覺可能會不太 感覺不太出來 從這裡 看 我們來放近一點 放近一點 我們像這樣的環境他是有環境是有反射 但是 如果我們把他 關掉 他其實反射會沒有 但是如果我們是用Holdout的方式去關閉呢 他還是有環境反射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個地板的AO 他最暗面子還在 如果我們是把他直接關掉呢 有沒有發現 AO不見 你看這裡像嘴巴有反射 如果我們是把他關掉的話 他嘴巴反射 都會消失 所以 我們真的要算透明 帶環境 帶環境反射的透明的話 你用Holdout 這樣的話他的反射到 角色上的 資訊才會 你會才會保留 當然 背景的透明的設定 也是一樣 跟剛剛一樣我們還是要記得設定 只是 這部分Holdout跟 直接 把 物件關起來的差別就是 對於剩下要算圖的 部分 會不會有環境反射 所以像我 最後我的輸出式是用Holdout 把Holdout關掉 來輸出的 同時 放在 左下方 右下方 右下方 左下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